走路跟整体的寿命都直接相关 走路是最好的长寿药 也是最适合老年人的一项运动 今天我们与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骨关节科的刘强医生 一起分享快走能长寿的秘密 从您骨科的这个角度 走路到底有什么实质的作用呢 走路对我们老年人的健康 是有非常神奇的功效的 如果我们的中老年人 每天能走在7500步以上 能够显著降低全因死亡风险 达到50% 所以走路跟整体的寿命都直接相关 对从我们骨科的角度来讲 实际上是非常提倡大家 去进行日常的健步走的 在我们的中老年人里边 有两大衰退性的疾病 一个是肌肉减少症 也就是说肌肉变得越来越少了 而且力量弱 另外一个就是骨质疏松症 而我们日常的户外这种健步走活动 是一个非常好的预防和治疗 这两种疾病的方法 是一个非常好的